这是哪儿啊 先去敲门 一会儿就睡到了 娄总来了 快请 考验别挡挡 娄总 娄总好 这里是 要叫我董董就好 董总 请吧 董总 来 请 娄总 我们也不知道 您喜欢吃什么 就随便点了一点 但是 这家菜的味道非常不错 尤其这个烤鸭呀 是果木炭火烤制 味道细腻呀 艾苏里嫩 还有这个牛排 特别地好吃 小女孩肯定喜欢吃 刘总啊 您太客气了 咱们不说了嘛 加成便饭而已 那哪儿行啊 一定要让你们喜欢 佳默 快 给娄总和董总倒酒 你们 娄总和董总两位 真是年轻有为啊 以后有机会的话 还希望你们二位 能多多指教我们呢 你们年轻人啊 以后有共同话题 就多来往 多交流 袁总这么年纪精精 就当了先鸣的负责人 又找了一位 这么帅气的老公 那是家庭和事业双丰收啊 我们两位得多向你们学习 娄总 您真是过奖了 这两个孩子啊 以后要跟你们 学习的地方多着呢 是 您和董总 真是郎才女貌呢 打算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那 我们打算再等一等啊 先过一下情侣的二人世界 不着急 我理解你们年轻人啊 想干事业的心情 不过这一点上啊 我是过来人 有话语权 这要是想立业 必须先成家 你看我年纪轻轻 就把思思啊生出来 我才有全部的心思 花在工作上 所以你们年轻人 要抓紧了啊 那这么说起来 我们更得向袁总他们学习了 说起来还有一点小遗憾呢 我们家呀 这个年纪轻轻的 把身子搞虚了 想要孩子要不上 所以啊 我今天就话多了 劝你们抓紧 妈 是啊 是啊 我话多了 来来来 感谢楼总 好 照顾我们先灵 好 来 感谢 我们先喝一个 来 楼总 您客气了 董总 快 家磨 给楼总倒酒 快 趁热吃吧 趁热吃点 哦 谢谢 这干吃也没什么意思 我老公啊 学过美声 唱歌还是可以的 家磨 你给楼总 董总 祝祝幸啊 来 来 来啊 给楼总和董总亮一嗓子 那我就为刘总 董总 先歌一曲 先歌一曲 先歌一曲